猶太教有關 又跟鬼教有關 又跟天主教有關 又跟基督教有關 這其實都是統一源頭 鋼鐵彎套 他們的觀念裡面 上帝是創造宇宙王子的主宰 他們講得上 神是已經被定義了 什麼樣的定義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基督教講的神是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我們的想法不一樣 我們的對神的概念就是 這個死了必死 還是人的世界必死 不是 基督教講的上帝是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什麼東西都從他那邊來 不是人去變神 沒有啦 而且他叫做啟示性的宗教 就是說 否則人無從了解這個宇宙 他叫做啟示性的宗教 從善而下 我們在東方的生活 就是阿朗必死 在他們觀念裡面 人 人是沒有辦法了解宇宙 跟知道真理 為什麼 因為你所有的東西 都是被造出來的 包括你的邏輯思考 是誰給的 照西方的神來講 是他給你的 你會不會outsmart他 不會啊 因為你的邏輯都是有限的 你怎麼可能去突然知道 有限於上 不會 所以他們英文字reveal 這個字其實是原來意思 就是說 本來在盒子裡面 你再來講講 虧眼reveal打開來 你知道 叫revelation 啟示錄 其實很多東西都很有意思 我叫你步一步解 那主教我告訴你 三個不是 不是勸人形象 不是一個勸你加入宗教 不是一個勸你加入宗教 不是金人基督 那是什麼 你會問下一句 基督教你講什麼 基督教你講什麼 基督教講一個很簡單的 主力的事嗎 很奇怪齁 第一次聽到齁 基督教主要在講 人的事 人的事 乖的事 都笑話 我都參加過基督教的葬禮 你講誰的事 那你要先知道死的定義 在基督教文化裡面的講什麼 你才知道什麼叫救徒死 死的定義是什麼 他們原文的意思叫做separation 分開啦 什麼叫死 你的靈魂 肉跟肉體分開叫做死 對不對 合理嗎 狼細啊 心腹毀壞了 他靈魂 他們靈魂是不滅的 人的靈魂跟身體分開 這是一種死 他說 你們基督教講都不死 那怎麼回事 然後我身體的腐壞 氣養了 燒掉了 沒有啦 在基督教觀念OK的 為什麼 上帝是創造與過關於的做 還要再造一個身體給你 你的靈魂再回來 不就有火了 這是他們的復活的觀念 新的身體 那現在的身體是會死掉的 不能承受永振 所以這是基督教的觀念 另外一個死的定義是什麼 人跟上帝分開 也是一種死 你跟上帝是分開 也是一種死 那就你不只這兩個問題都要解決 就是讓你跟上帝也恢復來往 讓你的靈魂回到洗的身體裡面 就叫做復活 所以基督教講的復活是這樣 那下一個問題 合理的推論下一個問題 人生亂死 上帝造人不是要讓你死 那為什麼人會死 也就是說人會跟神分開 那告訴我為什麼會分開 那我們就不得不再講一個罪 一個字叫罪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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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罪是什麼東西 罪跟我們講的crime不一樣 crime crime是人對人犯罪 我幫你抬 我幫你搶 那都是人之間的犯罪 Sin 是against God 對神犯罪 原文的定義叫什麼 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假假啊 我們射箭 然後對著靶射 沒有擋到靶心 歪一點點都不行 比如上帝說 你不可能偷盜 你不可能做假先生 說不行就不行 沒有說我說什麼 怎麼辦 你們可不可以 連一點點都不可以 因為他講的上帝是一個絕對 Absolute 絕對的一個神 所以你差一點點都不可以 所以基督教講的罪是指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 你基督教有罪 人就要跟上帝分開 那你又要講 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基督教長的這個上帝 除了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以外 還多一個特性 他叫什麼 聖結 Holy 就是上帝完全沒有錯 完全聖結的上帝 所以他報告有罪的東西 他一定會跟你切割 呼喺 有罪已存在 他就必須跟 所以什麼是罪 說得說 說得很好笑 人祖先犯的罪叫什麼 偷吃東西的罪 居然造成所有人類這麼悲慘 老實在都不吃 上帝說 那十七月上面的果子 所以還可以吃 他出的原子裡面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吃 就那一張 那一張不能吃 結果呢 蛇影又下蛙 下蛙就拿去給亞當吃 亞當拿過來就把他吃下去 人就從他開始犯罪 所以從他開始 上帝對人的關係就切開 本來之前是溝通的良好 有人說 都是下蛙的錯 最早是誰把水引誘 蛇 蛇去引誘人 他引誘誰 天蛇引誘女生 夏娃是 亞當是這樣 用這個股做出來 命令是亞當去接受 從上面去接受 不能吃那個果子 那照理說 夏娃如果吃了果子 以後拿給亞當 亞當應該做一些事情 想對 叫你不能吃 你再吃 我待會兒再想對 反正應該這樣 結果沒有 亞當直接拿來就吃下去 所以真正犯罪是誰 亞當 明明是他受的 最後決定要吃的也是他 所以他是定義 故意的要吃一吃 那才真正 最進入人的世界 是透過他 這樣大家就知道了 知力也要清楚 好啦 將來講到罪 罪的結果就是分開 separation 因為有罪 上帝是聖結 不能夠去犯罪 罪還有很多東西 罪 可能會是說 這些這樣說實際 還有教實際的一個真正 有 不是 罪有兩個面 一個是你不該做 你去做 是犯罪 還有 你該做 沒有去做 也是罪 合夠也合 而且你曾經犯過一次罪 就是犯了全部的罪 除了這個標準以外 還有更嚴格的標準 是嗎 耶穌自己講的 你心裡面 恨人 就等於殺人 喔 把這個罪的標準 拉到變成心理的層次了 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們每一個人 我比希特勒還好 沒有比希特勒厲害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希特勒的權利 希特勒的權利 給我下一道命令 我沒下命令 我死利也射 就一大堆 那些筷子手幫我執行 你殺了猶太人 他都不用出手 可是他做了決定 所以如果你今天 擁有希特勒這樣的權利的時候 很難保證你殺的人 不一定他殺到更多 意思就是這樣 其實醫生的果效 從刑罰出去 那些洗心動念的時候 只是看他可不可以執行出來 可以執行出來都是犯罪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的話 全世界也都犯罪 你沒有一個例外 現在另外一個新的故事來了 有一個法官坐在這邊 然後犯人被抓到前面來 報告法官大人 他借良做這個武條 他法官照理說應該很大 好 五年徒刑 帶走 十年徒刑 帶走 施行 帶走 照法官的責任 他應該這樣做 沒有錯 你犯罪我就判罪 要犯罪就是執行 可是今天發生一件事情 帶他他前面的人 是他兒子 這個叫tension 你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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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怎麼做決定 一方面他又愛他 又不希望他受害 一方面正他法官的職責 他又必須要下 做決定 所以他就cotted between 就是卡在那邊怎麼辦 一方面又愛他 是他的兒子 一方面又需要判罪 他怎麼辦 在法院裡面有一種程序 比如說他付了該付的廠 淑金 他就可以出去 Find out 對不對 你該罰的罰完就結束了 可是來付藏金的人 可不可以是另外一個犯人 不可以 因為他也是被罰在裡面 他憑什麼 保另外一個人出去 要外面沒有犯罪的人 才可以保持他出去 全世界人 照我剛才講 全部都犯人罪 那誰可以保他 沒有人 這題無解 最後這個法官自己下來 因為只有他無罪 所以上帝自己下來 替他這個愛的孩子付上代價 那什麼代價 死罪啊 怎麼辦 所以聲音上講的 耶穌一定要到神肉身 就是上帝人的樣子來到世界上 他目的就是來死 耶穌啊 就是要死 但是死了就死了 那不對啊 死了他就表示他永遠被咒死 他還做一件事情很重要 叫復活 所以基督教的核心在復活 就是耶穌用復活來證明 祂是神不是人 復活很重要 基督教如果沒有復活這件事情 基督教就collapse 就再見 拜拜 沒有基督教 所以基督教的核心 你要絕加攻擊 就是耶穌沒有復活 所以優太教很敏感就是這樣 回教也不認爲耶穌是那個 只有基督教跟聖子比較認爲 耶穌就是復活 就是彌賽亞 所以這個重點就在這裡 這幅畫就是看這個重點 耶穌復活 三天以後他復活 又在顯現給他的能度看 證明是他 所以接下去我們還有一幅畫 再跳下一幅 再跳一下 我們先看另外一個 再跳幾張 我待會再回去看 再跳 再跳 到底他們是那一張 再下一張 這個下一張應該是 再下一張 對這個 好 這張是什麼 你看一次就可以解開兩圖 這個就是耶穌復活的身體 這叫多瑪 這是他可能是彼得 跟雅各 還是什麼 其他的聖子 他在研究什麼 他把手戳到哪裡去 這裡 撲到他西部裡面 他這個手也有盯冷的手 盯子穿過的 然後這邊是動 因為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 做了幾件事情 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 他們會確認 十字架是羅馬一個很殘酷的刑罰 你犯到最大惡疾的犯人被掛在上面 所以耶穌釘十字架其實有另外兩個犯人也掛在旁邊 那釘的時候當然用兵子直接穿過去釘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掛固 那人虛脫了 他們要確認這個人有沒有死 拿一個槍 就是槿 以前不是這種槍 他反正就漸漸有刺 刺到樂下 刺下去如果留下來是 雪橇板跟土質液分開的話 就表現就能不能死 如果還一直躲躲的話 連在一起都還沒死 死亡的證明就是 你們問的一顆的人可能沒有錢 我是藝術家 所以那時候他就復活的時候 他寫進給本土看的時候 本土說 你母親啊 你人啊 是貴子 他就說你不走 我吃 耶穌就要刺下去 他竟然還不夠 裡面有一個懷疑心特別重的 說不可以 我才被刺下去 你不是被戳汪 我來看你那個傷口 他就這樣 畫這個文化的人叫做 他也是屬於那種 比較激進派的藝術家 他叫我畫那個 懷疑到那種深度 真的要去歪去看 他會有一個懷疑的態度 那神經上有一個名字叫刀挺高的 所以耶穌講的說 你們摸到看到來信的有福 但是如果沒有看到 就相信的是更有福氣的 所以這是神經上的故事 你看我就把它解掉兩幅畫 因為我講的故事 你們了解什麼是基督教 因為知道什麼是基督教 你會看到人畫你的意思 但是你把這故事 看到他的聖經故事的時候 就清清楚楚 這是重點耶 他為什麼在乎這件事 因為這丟掉耶 這是關鍵時刻 關鍵人物 關鍵事情 所以他一定要去檢查 一定會不會不會 有很多人來這邊也是啊 這是關鍵時間啊 而且明信物到底會不會 法理我給你丟掉 一定要嘛 基督教也是 事關他相信的核心 他的信仰的核心 我們一樣 耶穌是不是真的復活 是影響到他要信這件事情 所以他一定要策策定義 所以這個畫就很重要了 在藝術史上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副作品 好 我們再回去 再回過去幾頁 回到剛才那個Pietas的下一張 對 對 慢慢走 我在這邊再繼續看一下 我們剛才講到基督教 最後是停在耶穌教復活 耶穌就是要死 他來世界上目的就是死 所以基督教合約聖誕節 祝耶穌降生 不光是這個喔 耶穌降生之後 才發生很多事情 到後來就定死了 而且一定要死 要真的死 然後第三天一定要真的復活 這樣才完成所有的事情 所以耶穌在十教 他們最後講什麼 成了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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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整個救贖的問題 那這個解決了什麼問題 那個法官下來解決了什麼問題 該法的法 已經法過去不會再法了 所以那個小孩子被救回來了 就不用活 他就可以活下來了 人也是一樣 所以他們基督教認為 你因為相信耶穌的關係 你也得救了 你之前講的 我們那個死的問題也解決了 因為該法的法 所以你跟上帝的關係就合好了 合好之後 你又要復活耶穌 上帝來選擇 讓你跟有一個新的身體 你又回去就復活了 所以基督教說 信耶穌得耶穌生 就在講這個 整個基督教核心 你要解讀西方藝術 一定要知道這個故事 不知道什麼 這個就是希臘神話 這是另外 我又要講故事 這是另外一種故事 希臘神話就是 比較屬於人 他講的神其實都是人 他講的人間的事情 來反射在神的世界 跟我們比較接近 他們很多阿波羅拉 什麼各種各樣的神 其實都很人性化 就是人的個性附著的上面 這裡面這個男生去追究 這個很漂亮的女生 可是辛苦的老伴 點到最後 要抓到大家的那一剎那裡面 那個女生就開始 從手指頭開始變成舒子 尤其藝術公文 追求到也沒有用 就是幾張手 很悲慘喔 挖了所有的力氣 所有的功夫 到最後變幾張手 沒有得到她 希臘很多這種悲慘故事 但是我們只是看他的美 你看他追求的態度 那女生那種 你看從手指頭 然後開始變成樹枝 你看 其他地方都是美少女 美少男追求美少女 最後變悲劇 這希臘神話 也是一樣 你看這雕塑 你要去研究希臘神話 你知道這神話在講什麼 對不對 其實我們因為很多人 這種經驗 追求到漂亮的女生 最後發覺 這怎麼好像長不奇怪 插插 很失望 怎麼會是這樣子 聽得懂的笑就好 下一張 女生也是一樣啊 老公有一個帥哥 就會查查一下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你可以讓基羅 在天花板上畫 整個教堂 天花板 很漂亮喔 再下一張看看 這邊更清楚 耶穌聖天的故事 一直到上面 起訴說 把聖經的故事 全部畫完 在上面 聽說 他花板 貴案 多少學徒在那邊放他 他就從來就不下來 吃飯就有人這樣 掉桶子上去 放久放在那裡桶子 就拉下來 當他畫完要下來 總算最後決定要下來的時候 聽說那個白鴨 一定沒有腳底 叫人家 倒著把它削下來 這是個故事 好 下一張 再下一張 OK 好 講到這邊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我能講多少算多少 以後高級班我能講更多 我剛才已經給你們多解碼器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解碼器 這在羅馬 裡面有一個Fountain 有一個Fountain 當然是什麼 水池 這個水池 羅馬很多水池 這個水池比較特別 因為它水池裡面有四個方向 東南西北 那每個水池裡面都有一個 像一個森子類的人 在裡面 其實代表什麼 代表東南西北 每一個地級 有一個重要的文化 它有一個河神 可不可以講 譬如說 這裡面是多腦的河神 代表歐洲那邊文化 以前的河就是一個文化的發展 印度的橫河會在這裡 還是說 都要的河神被抓 所以它的市集 表示它的文化是一個帝國 他帝國造載條 我把每一個文化的神都拿來 我的土地 把你拆在這裡 表現我是帝國 帝國 OK 知道嗎 這是帝國的符號 帝國就說 我要照這裡斬掉 我們其他國家不敢這樣 你敢說 美國已經坐在這裡 是什麼 100公司 他那時候真的是帝國 他可以這樣做 下一個 羅馬帝國結束沒多久 換一個 在18多少年的時候 大國蓋了什麼 知道嗎 巴黎爹塔 巴黎爹塔幾根腳 四根腳 四根腳 跟那個一樣 一樣意思 畢的四級 歪五根腳 六根腳 四根腳 在某種形式上 我看到這個 又出味 法國人 講究顏色到一個地步 他是巴黎爹塔 分三種顏色在刷的 為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天空 越下面越亮 越上面越深 他為了讓這個巴黎爹塔 看起來一致 就上面顏色比較深 像對於後面比較深的天空 下面比較深 就不一樣 上面比較深 上面比較淺 所以巴黎爹塔 看上去 他顏色是一致 講究到這個地步 我沒有編 你們可以去看國家地理頻道 你們去看人家怎麼去刷 分不同顏色去刷 講究到這個地步 不是一桶分跡從上面刷到下面 分斷 好 這個家裡 當初蓋這個時候 一發多少年的時候 大家覺得 有史以來最高的建築 在平地裡面站起來 不要說山上蓋什麼 那不算 那種平地蓋起來的建築 而且都鋼籽 全部用鋼籽水泥做出來 都在裡面 所以那時候 還在穿個什麼大禮服 騎馬車的時候 第一 表示 那那時候萬國佛蘭 會有什麼做出來 這比如說 法國是一個強國 才可以有這個技術跟能力 不要一直是飛什麼 飛船 你怎麼沒有運氣 貴國人不知道有運氣 他宣告一個新的帝國的心情 羅馬帝國你不算什麼 你就是佔地為我 越大越好 但是我宣告新的帝國 就是三度空間 國往飛光發展 以後的帝國 要有制空權的才叫做帝國 貴華布果然那個飛機 又可以來飛去 法國那時候真的是強國 當時 OK 下一張 法國八月大之後六十年 下一張 新的帝國起來 咦 哈囉 那個下一張 對 這是什麼 美國啦 1906幾年的時候 阿波羅升空 後來登 阿姆斯上登附月球 對不對 全到一個新的帝國起來 就是美國 那時候美國跟蘇聯的競爭 美國 奧運到一個月球上面 飛到外太空不算 上到月球後回來 人家送到那裡 插錢你再說 你再說 他說展現有個武力嘛 真的那個科技各方面 欸 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 可以做這些事情 欸 你過了六七十年 欸 現在 這1906幾年 現在2013年 世界還在努力在發射 那個火箭做到升空 到外太空 做太空 沒有啊 美國在六七十年已經 都已經到月球上 已經拿到石頭會來了 也插得起了 這就是宣布一個新的帝國 這個新的帝國代表 我會比較 不光是到天空喔 我是到外太空喔 不知道外太空 最近還做一個更扯的 我到火星喔 我火星呢 我那個還是遙控的到火星 月球上才標準回來喔 我可以到火星喔 那個距離不是一般的科技 可以做得到的 它就是一個武力 科技能力 各方面的展現 我再跟你講一件事情喔 人家說藝術是 the final jewel of the crown 就是皇冠最後的那個 最大的那個 選酒店 正前方便 人家說那個叫藝術 在放那顆石頭之前 其他的石頭都要擺上去喔 什麼石頭 經濟發展 社會政治 軍事武力 科技 各方面喔 你每顆鑽石都要有喔 最後才能把藝術那個 緊緊緊最大的 也會再哄 否則你擺了 就擺不起來 擺不起來 美國這個武力的展現 到外太空去 之後高級官老師可以講 什麼叫整個資本主義系統 是誰在漲 錢 為什麼以美金做基礎 美金為什麼要把黃金 把它批掉 變成美金做更為 為什麼金針盡量的印鈔票 沒事情 因為整個世界的經濟 是grounded on美金 好 再下一張 先會講那麼多 他就是科技的展現 下一張 這是一八多少年前的紐約 一八七幾年的紐約 還是馬車 你看 這是巴黎鐵塔的時候的紐約 這張 家裡沒有說 概觀 差不多 三十年 八月六 起床之後就沒有辦法過 19017年就紐約 下一張 變成這樣 19017年 那時候 我們什麼都還不知道 19017年 中國真的生活 看那時候的照片 他們在高樓大廈 你說起到 好 你現在在後面 有結果我們就去過 19017年 不管196幾年 到太空間 那時候整個紐約事業 變成這樣 我再講出一個 帝國的覺醒 一步一步再發展 OK 下一張 再下一張 來 OK 以前的話 我現在再給你們一個 在剩下十分鐘 再給你們一個解碼器 這個解碼器 跟這些科技都相關 在畫的時候 畫的世界裡面 我們有一件事情 你們看之前 有看沒有懂 是不是可以講什麼 可以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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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給你們 皮卡索 我這時候幾年前 在1999年的時候 NPR Nation 好像是美國國家的廣播電台 做一個報導 他說請了差不多兩百個人 在業界非常多 各國領域非常TOP的人 來做一個票權 他說過去一個世紀裡面 最偉大的人是誰 過去一個世紀裡面 最偉大的人 大家來投票 我來講阿因斯坦 有的人說是 是那個什麼 馬克思 有的人說是誰誰誰 大家都有一個候選人 繞出來 最後只有一個人 最後 投票結果 大概有一個票數最多 你猜是誰 不是科學家 也不是哲學家 也不是政治家 居然是藝術家 他明天在背下手 奇怪 還想他們 最偉大的 上一世紀怎麼會是他 怎麼會輪到一個畫家 當一個最偉大的人 因為他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的畫 改變了人的思想 他們認為 我就要解釋 為什麼他改變了人的思想 聽我說 這貴題 不要跳 還是回到剛剛那種 還有上一張 兩張一起看 這一張跟下一張 欸 你們看這一張跟下一張 怎麼不一樣 都一樣 阿貝有一個重點 這都是我過去看的畫 這個畫像什麼 再下一張 像什麼 像照片 是不是 像照片 畫這個油畫 等於要花多久 我看少了一個月以上 兩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裡面 這個摩托牌都在動 光線都維持一樣 那有顆粒 是不是 他有點像我們的照片 一照 freeze 不動 他下來 照下來 剛才前一張也是一樣 我告訴你 從那個時間以前 全部是這樣子 所有都畫都像相片 以前畫家的功能 有一部分就是照相機 他等到相機出來以後 畫家就不用再畫照片了 所以你現在畫的像的人是什麼 你好活在三個世紀的人 雖然說 這個畫家好厲害 畫得好像 許許如生 這個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語言 當相機出來的時候 畫家不應該再畫許許如生 我們畫家要畫什麼 相機做不到的東西嗎 你相機做不到的東西 這是畫家要做的事情 對不對 他把一部分功能拿掉以後 畫家才可以專心的做創作這件事 所以還在畫許許如生 是活在上一世紀的人 所以你現在還在心想 這個畫好像 不好意思 我拍照照片 拍照片好 我相機洗出來照片 比你還精準 我還看了更多細節 比你還變相 當然有一個叫photo realism 那是另外一個畫拍 意思不一樣 但基本上是結果 來下一個 OK 後來慢慢走上 印象拍 這個大概是台灣人 可以欣賞品額的地步 至少還像個東西 完全抽象要看不到 大家大概停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這裡 再來有看不到 剛才整個畫畫的地方看不到 為什麼 他還像個東西 他像一個 他就是那時候有科技的發展 所以剛剛我們研究到眼睛 看顏色怎麼看 我們自己把顏色組在一起 所以他就把分解開來 定點 不同顏色點出來 就點出同一顏色出來 感覺上是要幾個顏色 其實感覺每一個筆觸的顏色都不一樣 他就是印象拍 看起來有這個感覺 比較傾向於情緒上的訴求 他不是要寫詞 但是有寫詞做基礎 它是impression 讓你有這樣的impression OK 下一張 這就看不到 你自己就看不到 我跟你講 他還不是抽象畫 很多人說 這是抽象畫 不是 不好意思喔 這不是抽象畫 你們還沒有看到什麼 是抽象畫 這就看不到 這會不會想 有啊 有人的臉啊 有萬種啊 怎麼會這樣 那就是立體畫派了 立體畫派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樣啦 一杯水啦 你一杯水怎麼會這樣 不好意思喔 我在固定的時間裡面 他這時候上面也存在 下面也存在 這個旁邊也存在 就跟我一開始 你看那小朋友的話一樣 那小朋友已經拖你進入了 立體畫派的時間 那小孩子 往來不是這樣看 往來都這樣看 還要看幾個看 那個小孩子真的是 這個新的時代的小孩子 你們這邊看不懂的 真的是上級 一百年前的人 那真的一百幾年 思考方式 那他把 像藝術家就是 比如說你這個 趕快一個月子的女兒 你的皮是對這裡有的 你的眼睛是對那裡有的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角度 你會有的 放在一個地方 那叫白色而已 那就是印象畫 他不是在說漂亮啦 啊漂亮的標誌也不一樣 我改啦 你怎麼看我 但是我要給你解碼器 你才看得懂 等我給你講 立體畫外怎麼看之後 你才知道這樣子 那皮膠水就講說 我為什麼這樣畫 還有老師 阿老師誰 賽上 來 下一張 賽上 是他老師 其實不是真的阿老師 應該很套配啦 賽上是一個很勾矣的畫家 他晚年的時候 他後半身的時候 都住在這個山的對面 下一張 他每天就到山 他畫四裡面對著這山就畫三 每天畫 每天畫 下一張 這正常 剛才這個正常 這個就開始怪怪的 看我 你現在看我 他為什麼叫 那揮揮你 是老花 他老花了嗎 沒有 有道理 所以我要再給你們一個解碼器 我們剛才講說 Begasso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 然後時間 Please 不同的角度去看 就換一個方式 我還說 畫家每次在調顏色 調完以後回去畫步驟 如果寫生的人 一路遇到這個困難 為什麼 光線改變 突然雲過來 突然太陽跑出來 對不對 你的光線隨時都在變化 所以你每次調完顏色 等到你回來的時候 過了幾分鐘 調出來 已經不是剛剛那個顏色 怎麼辦 你那畫筆就要丟掉嗎 那你永遠調不到對的顏色 所以他看到對的顏色 就給他上去 後來再表一次再上去 之後 顏色都千變萬化了 但是這個藝術家做 賽上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是一個誠實的藝術家 你難道說過去都不誠實嗎 過去畫得像照片都不誠實 也不是 他要呈現某種觀點 只是一個固定觀點 只是另外一種觀點 對不對 時間在變 他會很誠實地畫我看到的東西 我忠於我的眼睛的時候 我就畫出這個東西 當我忠於我所看到的時候 我就就是這個東西 藝術家要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忠於真理 這把簡單聽到你進入口 忠於 什麼是真理 我們忠於那個東西 你honest 當他honest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畫出來 看我 因為他不是笑片 不是是freeze 不是在那個moment 他是逐漸在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把真理紀錄下來 所以看成這樣 皮卡索就說 好啦 你很誠實 我也很誠實 你的誠實是說 時間在動 東西不動 產生這個結果 我是時間不動 我的觀點動 產生他剛才的魔畫 沒關係 有點深 沒關係 以後再慢慢講 下一張 越有畫越有揮 你看 看都要看護 說實際 這個東西 如果掛到你 不跟你講誰畫的 放你那邊 你把他當垃圾處理掉 真的 我會覺得 因為他不像 他價錢也看護 你不知道他價值在哪裡 真的 好東西 就算送給你 也不會把他當寶 對不對 你到貨桌去看那些名畫 看護 都不會把他當寶 好玩 所以要怎麼樣 試貨 懂得 懂得什麼叫好東西 下一張 所以他說 皮卡索為什麼 他開啟一個 潘多拉的盒子 從此以後 他代表藝術代表什麼東西 各種觀點都可以進來 不是只有一種觀點 位體只有一個觀點 就是這個地方造像 就這個角度來 他現在開始不同角度 他在開啟這個新的觀點以後 藝術家可以 其中一個藝術家可以 就這樣說 好啦 你既然做那種看不到的東西 我做這樣子 畫畫一定要在畫布上畫 大地是我的畫布 我插避了一根 神 上帝的手 打雷的那個手 將作我的畫筆 他幫我畫 打打打打下來 照一張照片 這是作品 Earth Art 他開啟一扇門 什麼東西都可以 藝術的作品 已經開啟了很多可能性 下一張 這叫Earth Art 稍微放大一下 大家來看 有人開了一個推土機 把山上的土 全部推到海裡去 讓人一勸 多好玩 這也是藝術啊 大地藝術 已經不是以前 過去限制在畫布上面的藝術了 藝術如果只是觀念的話 他現在創作觀念 所以以後看藝術 怎麼樣是藝術的價值 新的想法 新的觀念 沒辦法做變明 這個東西就這樣子 很多人不知道 我怎麼投資藝術 投資思想 投資新觀點 OK 他開啟一個新的 下一張 當然啦 好壞是一回事 第二個人做一樣事情 就沒有意義了 放大這張 這就抽象 你剛剛看我這樣 他名字叫Richard Dippen 非常有名的意思 你圖畫好幾億的 貴的一個 你剛剛看我 撒毫你 你要不會懂得欣賞的話 不可能 因為你不懂得他好在哪裡 但是我就要練解碼器 你看顏色 看筆觸 在他之前沒有人這樣畫過 從他以後才這樣 但後來有一個系列 Ocean Series 都在大的美術館 全部都有 那你要看嗎 我只是給你一部分解碼器 叫Richard Dippen 我很喜歡那個 下一張 看來有一個 哦 這更扯 這Jackson Pollock 波洛克 他做什麼 他也不用畫 他就拿那個 油漆罐就倒 倒地上 用灑的 咻咻咻 他懶不破 擋換顏色 我那時候到紐約去 最後決定畫畫 就是看他的畫 因為他畫面前大哭了 哦太激動了 我說哦 畫可以這樣畫 因為我會解讀人的話 這時候都沒學過之後 我就給予了解他的心境 然後感受非常深刻 你這樣廣沒有感覺 但是你知道 真畫在前面的時候 會讓你有同樣那種 敬畏的感覺就跑出來 會覺得哇 那也是這樣 所以看這個沒有用 要看真畫 才知道那個感覺 那個爆炸力 那價值又有什麼 欸我跟你講 那些投資藝術的人 沒有一個是狗 沒有一個是笨蛋 之後高級班會 有些課程啊 那些都是精打計算的人 怎麼可能把這道名畫 啊那個多錢去買 一定有他道理 只是你們不懂這個道理而已 我現在想把他告訴奈外拿 因為過去我們沒有一個教育嘛 那看到好的東西不懂 我們只能去買名牌 只是買那個logo 就不曉得好在哪裡 你沒有到那個 沒辦法了解 我現在慢慢就給你們解法 是送給你們 以前 哎 我們教育就是 來到旁邊這樣去 他現在也給你破掉而已 好在我的藝術教育 不是在台灣 好在我連米國 他都在那裡 他就看得很懂嘛 他希望同樣東西 帶給大家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還有下一張也沒有 我看還有什麼 可以講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Andy Warhol 這個男人 他根本不是一個藝術家 他就是 他自己也不畫 好 那叫人家幫他運東西就可以 就可以花錢 因為藝術如果是視覺 如果是被消費 他就千讓你 蓋上 價格就好 我時間是不是超多了 好 我現在 今天就大概講到這邊 我們 在這邊下課 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一遍 其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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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